张继聪、周国贤这对好兄弟 今日在尖沙嘴白蓝宣道 为他们即将举行的慈善演唱会 进行最后的彩排 好友特地准备了美味的汤品 为他们补充体力 周国贤笑颜 自己和张继聪从出道之前 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 加之两人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 所以演唱会的第一观众 当然是自己的家人 对 然后因为角门 很早以前也是好朋友 还没有当歌手之前 我跟他已经是 大家也许会去游泳的 然后一直没有一个 真心的机会去crossover 起到这一次 很高兴他邀请我 跟他一起去唱歌 然后因为我跟他是爸爸的关系 所以那一天 我们有很多爸爸跟妈妈的 朋友回来看 我们应该会把我们的小朋友 大家带来 可以的话 父亲节将至 两位年轻的爸爸都选择和家人 一起共度节日 张继聪是传统的聚会吃饭 而周国贤则打算邀请老爸和女儿 一起去沙滩烤肉 我就应该是在家庭跟我的老爸 就吃饭 很开心 很开心 对 对 不工作 在家庭 一定最好 我觉得我哪一天会 跟我爸爸去凯鞭 小康 BB BB 桥 我 把我女儿带去 有这个中文的BB桥 没有BBQ BBQ